这一消息立刻带你来关注 这真的是羞腾腾最新的画面 黑海上空的美俄冲突 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公布了最新的 俄罗斯的战机跟美国的无人机相撞当下的画面 终于出来了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战机苏凯27靠近之后 它是先对无人机先交了燃油之后 总共有两段画面 第二段画面同样 苏凯的战机是再次的逼近 逼近完之后 同样是朝着美国的无人机好 这是第二段了 它再次逼近 逼近完之后 你看它靠近的时候 它会浇燃油 刚刚有看到吗 再次浇燃油之后 撞完了之后 这个画面中 它后来是呈现一个中断的情况 中断完之后 再恢复一次画面的时候 它无人机的螺旋桨 已经开始慢下来了 显示 这个无人机在被撞了之后 它已经有点像袖斗故障的一个方面 之后美国国防部就没有再公布画面了 整段画面 美国军方公布的大约是40秒钟 他们是强调了整个的过程在对峙方面 双方是对峙了差不多是30到40分钟 最后美方看到他们的无人机 已经是呈现这种螺旋桨慢下来的情况之后 所以美国的无人机的操作者 是只好让他们的无人机 是改用这种滑翔机的方式 在黑海上空是滑翔 最终是坠落在克里米亚西南部的国际海域 那么五角大厦是强调了 这一次的行为 这是美方的说法 美方说是俄罗斯的军机 是恶意的来撞击 这是美方的说法 那俄罗斯方面目前是还没有回应的 而此刻就这么刚好 CNN报道了 在乌克兰东部军队 11号凌晨也击落了一架无人机 而这架无人机 它居然是大陆制的 主要这架无人机是经过改造 而且是武器化的无人机 上头是搭载个大约是44磅 约20公斤的炸药 乌克兰击落的无人机 是大陆厦门的一间科技公司所生产的 它的昵称叫做阿里巴巴无人机 而据说乌克兰击落的这架无人机 在阿里巴巴还有淘宝上面 都可以买得到 售价最高是1.5万美元 大约是台币46万 在残骸中还可以发现 它很多零件是Made in Taiwan 还有加拿大等公司所制造的 好 这个就是乌克兰所击落的大陆制的无人机 两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魔王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